大家好,我叫陈毅玲,是一名菲律宾华语,今年即将在菲华学校义德中学读九年级,今天我将要与大家分享我学习中文的经历,以及所领悟的东西。 与众多华语一样,我的母义并不是普通话,而是福建话,至少我父母就一直强调不忘古乡的主训,因此我学会说的第三个语言便是福建话了。 当然第一和第二个就是我作为非语病人必须学会讲的英语和非语病话,由此我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很珍惜自己文化的家庭中长大的。 我是七岁开始学普通话的,坦白地说我并不是一开始就体会到中文的好处,恰好想反,我小时候只把这当作一门科目或者一种任务而已。 直到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第一次接触到了中国电视剧。 那时我爸爸给我们介绍了当时很火的一部剧,名为《神雕侠侣》。 我和姐姐瞬间就爱上了剧离的造型和角色,甚至有一度就想穿越到古装的世界,穿着汉服,用各种浮宫招式传江湖。 想起当时的我们,还在幼稚的正小龙女的称号。 我爸妈见我们对武侠剧有如此大的兴趣,便从此开始给我们介绍金佑先生的其他作品。 例如,我最喜欢的《射调英雄传》以及《笑傲江湖》。 看这些电视剧的时候,我好像也就刚上小学四五年级。 因为词汇量不高,爸爸就在旁边为我们兄妹翻译角色之间的对话,也帮我们处理一下任务关系。 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真正的了解中国文化的独特性。 他并不协议学校里所庆祝的各种节日,也不限于我们长辈所教给我们的迷信风俗。 他更像是我们的人生导师,教导我们怎么做人,推广各种有益与社会发展的价值观, 如郭靖的忠义,张无忌的属性和令狐冲的正直。 也像我父母所教我们的礼仪连识。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也越来越欣赏中国娱乐产业所出的作品。 我开始看不同类型的电影和电视剧,并在父母的推荐下,尝试看中国综艺,听中文音乐。 至今,我依旧会循环着听丁刘歌手周杰伦的歌。 今年正夜,我们全家还专门飞去马来西亚看周董的演唱会, 也正好赶上了新生代歌手曹阳的演唱现场。 说起来,我是真幸运,因为他恰好是我看中意《中国好声音》所认识的,也正在追的男明星。 由于我对中国娱乐圈逐渐非常兴趣,我甚至下载了像读音和微博之类的各种社会媒体软件。 我父母也会找机会带我们去中国旅游,让我们见见各种美丽的风景, 体验在如今越来越发达的中国社会生活感觉,以及领悟到学会流利讲中文的重要性。 另外,自从我们去了厦门之后,我也猜到了,可能我父母也是想让我们在看到中国之后感到那种归属感,以及自豪感。 如今想起一切,我发现在我渐渐地探索着中国文化当代价值的时候, 我也在不知不觉中就开始欣赏中文这个语言。 正是因为这个,我才会喜欢上追中国明星,看中国娱乐,学中文,词汇,甚至与同胞们用中文交流的这种行为。 或许我不一定对学习语言有很大的兴趣,但对学习中文,学习不间话,我有着一种不一样的动力。 而那可能就是想以后通过我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还有中文水平,让更多的人,包括但不现意当地的华裔,发现中国语言和文化的魅力。 同时,我想挑战自己提高我的中文水平,以高分数通过HC5和6,从此用我本人的才能对非华两国之间的和平做出自己的贡献。